歡迎光臨70歲到79歲四大 今年也能領到1,000塊的金融 來金融 歡迎光臨政府已經要在10月15日進行 交友鄉電視公所進行發行 今年我們在重陽節的時候 針對這些長輩 我們都是針對80歲以上的老人 每個人發1,000塊的一個重陽敬老的禮金 那當然針對百歲人類 往年我們也有金介石的一個慰問 那今年蘇縣長特別指示說 為了讓更多的長輩感受到 重陽節的一個縣政府的一個心意 所以我們今年把整個 重陽節禮金發放的對象 下修到70歲以上 為了金融禮金的法康 最近高雄電視公所就在進行駐療 信號和調查 也應期保分老大人的報案 因為公所共賓要跟廊花開好 不過占對這件事 到南廷六條信仰表示 這都是五歲 我們這個經路金市 本人的工作 我們在那裡發佈 那其他也不可以 沒有人都不可以來台語 然後你農委無工作 我們就立甘書 國立的立甘書 用後包保護 拿到家裡發佈 本人 我們是做到這樣 今年以下有五萬多名 老大人可以領到一千塊的金融 雷金 社會剩餘電營體表示 公庫加了五千多萬的負擔 不過可以讓老大人發揮 他也感到有價值 我們每一年發放的一個人數 大概兩萬五千多人 那今年的話 因為七十歲到七十九歲 在雲林縣的人口數 有大概五萬四千多人 所以今年因為多發了一千塊的 一個清勞禮金 所以在整個縣庫負擔上 多了五千多萬 金融雷金的法皇 國鄉頂市公司 將會在中央的陣營作業完畢 今年末七十歲 也能領到金融雷金 當人頂入中信項基礎 一定會用這筆錢來做公約 其中人心 藏不到